喂,大家好,我是阿卓 欢迎来到大家车圈速榜 在上几期我做了一期节目 就是拿了一台型格的混动版 做了一个圈速的测试 并且又做了一些改装 然后再重新去赛道里面 验证这个车的改装潜力 那当时在评论区跟弹幕 就有很多人说想看引爆混动版 OK,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 这一期我就借了一台混动版本的引爆 来做这个圈速的选题 因为像引爆这台车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中国品牌 运动A级轿车的标杆 我们甚至还清点了它就是国产的AMG 但是没想到这台双离合变速箱 跟1.5T的发动机的组合 其实在赛道上面的表现并不如人意 那么现在这台混合动力版本的引爆 换了一套动力系统之后 表现会不会脱胎换骨呢 我们先来说说车况 我们今天见到的一台试驾车 它用的轮胎还是跟低配版本的引爆一样 是一套加通的普通轮胎 然后动力系统方面 它是用了一个2.0ART机身自然进行的发动机 后面配上的这个电机的动力系统 有点像本田的那套iMMT 不过有一个区别 就是它后面跟上了一个两档的变速箱 理论上是能够更加坚固 低速时候的提速 还有在高速上面的巡航的燃油经济性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看这台引爆混动版 它的单圈表现吧 我们经过最后一个弯之后 进入发车的大直线 整个车的车身的姿态非常的不错 进入T1 T1的弯性速度能有104 105 然后车尾有一点点的滑动 但是还是在可控范围里面 短度的加速加加加 稳速达到了134 然后50米左右刹车 整个车身的姿态是很稳的 进入T2 打开方向慢慢的加速 在这一段的加速段还是比较的流畅 没有受到动力系统任何的干扰 稳速达到了103了 可以的 在这个右左后和弯呢 也是发现整个动力系统 没有任何的中段针突然的闯路 非常顺滑 好了 我们可以进入到最慢的左弯 弯性的速度 哎呀 只有30 但是无所谓 出弯的时候的脑地出弯 非常的厉害 很有爆发力 然后在这个地方 刹车 进入到三连把甲弯 三连把甲弯的表现呢 也就是中规中矩 第一个 你过去了 第二个弯 也是能够很好的吃中了弯性 但是呢 车胎还是在绝命的惨叫 最后一个 有弯 啊 咬着弯性啊 狂有 OK 没有问题 徐徐的拉拆方向 给呦给呦给呦 在这里呢 稳速还是保持的相当的不错的 我在充限之后呢 电量还剩下有三格 最终的圈速定格在1分09.05 还不错 这个圈速说实话挺有惊喜的 因为它比起汽油的版本是快了一秒多 而且一秒多快的呢 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它更换了一套动力系统 我没有想到换了混合动力系统之后的这台引爆 它的圈速表现能够有那么优秀的表现 展开来说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加速的性能 其实我觉得跟汽油版本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尾数134 在这样的动力表现来说 我觉得也算是中规中矩 但是真正起变化的是在弯过弯之后 弯弯出弯的时候 因为我的汽油版本 我的变速箱还需要做一个降挡 并且在降挡的时候呢 可能会因为介入的扭矩过大 反倒会触发这套ESP的介入 打住我出弯的时候 没有办法能够很流畅的提速 但是这套混合动力系统呢 因为它的整个在加速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有这个变速箱的扭矩的波动 不用kick down 降挡 所以它的整个动力的输出呢 是更加的流畅更加的稳定 所以每一次出弯的效率都提高了 而麻冲这台赛道呢 真的是非常拼出弯的效率 于是仅仅因为换了动力系统 让它每一次的出弯 都有一个更顺化的加速表现 就让这台车在赛道上面的表现 脱胎换骨 非常意外 非常惊喜啊 那么究竟这台车它在同级别的车 对比的表现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拉来了上一次做完全速的 型格HUE版本 让我们来做一个head to head的 圈速对比吧 两个车一起通过发车龙门架 然后马上进入到T 两个车的弯性速度差不多104104105 盯到码头 然后在加速区段 两个车也是盯到码头 一个在急速是133 一个是134 引爆稍微领先一点点 但是在过这个弯呢 弯性的速度几乎完全一样 引爆是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在三连发脚弯里面呢 可以看到 形格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更多的优势了 在过了第二号弯之后 已经有 0.5秒左右的一个优势了 引爆在这边呢 确实还是遭遇了 这个ESP频繁介入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出了最后一个发脚弯之后呢 引爆它凭借着更多的电量 追了回来 在最后这个弯呢 追了有0.2几秒啊 所以最后冲线之后呢 形格呢 它是以1分08.75 比起引爆的1分09.06 要稍微领先了那么0.3秒 那么我觉得这个区别呢 完全是来自于形格 它是有一套更好的轮胎 所以它在每一个弯的弯心速度 都会比引爆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形格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电量不能够维持一整圈 它是到了倒数第二个弯之后呢 它的电量已经差不多见底了 剩下最后那两格了 电池就进入到一个保电的模式 于是在最后一个发脚弯的出弯 还有在最后一个弯 到短暂冲线龙门架之前的那一段加速呢 它是吃了亏了 但是反观的引爆在电量保时方面 或者说它在整个电池的电量方面 本身就是多一些了 所以它在整圈完成了之后 它还是能够有一个非常凌厉的加速 并且这两台车的电量的差异呢 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的飞行圈的后半段 而且是在飞行圈跟充电圈之间呢 它也有很明显的差异 我这两台混合动力的车型呢 都是一圈飞行圈之后 然后再用一到两个的充电圈 把这个电池电量把它充满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飞行圈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如果是开引爆的话 基本上一个飞行圈之后 在慢跑一圈的充电圈 就能够将电量充到百分之八十多九十 就可以进行一个飞行圈了 也就是说一个充电圈 一个飞行圈 一个充电圈 一个飞行圈 这样子的一个梅花建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形格的混动版本呢 我是需要用到两圈的时间来做充电 也就是说一圈飞行圈两圈充电圈 一圈飞行圈两圈充电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形格无论是它的充电的能力 还是它保持电量的能力 它的整个电量管理的水平 都是要比形格是更加的优秀的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品牌 不仅仅是做电动车 就算现在做混合动力呢 它后来居上的势头也是非常猛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圈速榜的总榜 看一下这台混动的引爆 它的圈速1分09.06 刚好是位于本田行格 CVD版跟大众ID3之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大家车圈速榜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想看什么车刷圈 想看到榜单里面有什么车的话呢 记得点播我们的节目啊 给个一键三连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